我们民国98年12月 当时我们减半 就是没有我们那时候 这个这个就是动涨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考虑点最主要是什么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在应该是差不多两年前 在五都选举之前 那么呢 选后有一次的 油价的缓账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五都选举之前 委员会有一个潘委员的提案 要求行政部门要做相关的动作 所以我们是等到选后之后 再做缓账的工作 大概中间隔了几个礼拜 大概是这样来的 是 那所以我们当时啊 这个考虑缓账 可是我们并没有时间 对不对 并没有时间 对 因为现在我看这玉米 我们最近玉米 我们这个调降 它的这个税率啊 但是我们就说半年 例如是半年调降 但是呢 半年就恢复了 那我觉得当时啊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这个时间的因素 那什么时候恢复 等于不知道 我跟委员报告 委员问的可能是 油这一部分啊 油目前 是采取所谓的账 全账 降 减半条 降 那这个有个时间点 时间点是说当中油 目前多负担的部分 吸收完之后 就回到常态 账 全账 跌 全跌 大概是这样来的 所以 那电呢 我跟委员报告 刚才我报告过 在过去 立法有个主决议 是经过院会通过的 是要求我们 每三个月 根据燃料条款 就称为燃料的价格变动 来做调整 所以我们也是 准备 准备 以后是每三个月 该账 就 就 送到 这一个 电价资源之讨论 该点一样到底在那边 做个调整 大概是这样来的 是 没有 但是我是说 当时我们并没有明定 多久就要 恢复嘛 恢复这个机制 其实我们原来就已经有计算公式嘛 计算公式本来就有 对 但是我说我们当时没有这个预算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考虑 让他 例如 这个 这个 不涨 或者 考虑让他减半 动涨 那我们当时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基本上 整个的考虑 还是都是站在 民生的考虑 是 比如打个比方 为了避免物价 有过大的波动 为了照顾民生 大概都这个考虑 是 所以我就说当时我们动涨是为了民生考虑 但现在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恢复涨 一样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是的 是的 我记得上次我也曾经来请教过 但是我觉得因为刚好这次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原有的要把 因为你不仗你现在几乎就营运不下去了嘛 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我听说你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这个经营改善小组针对台电中油是不是 是的 我们成立一个台电中油经营改善小组针对经营效力人事制度采购制度民化的进程四个构面啊在做相关的讨论跟提出具体的做法出来 是那你们认为呃因为我们这次刚好大家就开始讨讨也就是说内部等于表示改善小组就表示原来不够好嘛 要把它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也承认国营事业是有检讨改进的空间 这是存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去针对这些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也就是这个呃固然好像听起来我们现在是呃这个呃例如亏损了 快要亏到资本额的一半这个速度也很快哈 但是呢有些事情呢大家也认为呃如果这样要由全民来负担大家也是有意见哈 那我想这个呃当然就是呃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包括这个员工的一些福利啦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经营绩效啦或者是我们购店的成本啦啊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购店的成本实际上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一签约都要签二十五年 我想任何个投资哈 嗯要鼓励民间做投资的话 他是考虑整个投资报酬跟稳定性的考虑 一般这个称作plusfinancing 所以大体上就跟我们再生的人一样一签一签二十或二十五年 就是让他们敢投资或者那时候没有人敢投资 所以基本上的出发点是在那个回到十几年前或是目前做再生的人都一样 就目前是要鼓励他们去投资 那投资的时候是以那时候的金额来考虑的大概这样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购店的价格也比较高 然后但是我们也实际知道 就是说我们其实卖的店比较便宜嘛 但是一签又签这么这么久的时间 但是呢这些效益上我觉得真的也是要全面的检讨 但是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我们是修改了一个是电业法还一个什么法 那时候不需要修改电业法 只要是因为那时候是电力不足 所以赶快去做IPP所谓这个独立电厂是这样的 背景是那时候电不够 而且台电要做环平大概困难度很高 那为什么台电做环平高难度 那别人民间就没有难度了呢 那时候民间的规模比较小一点 那地点可能考虑上跟台电地点的考虑不太一样 所以冲击就不相同 大概是这样来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因为这个油电双涨啊 我记得这个当初我们预估 可能CPI就是我们消费这个可能指数啊 或影响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 大概是0.22对不对 大概是呃 这个但是呢对于我们物价来讲 可能影响是0.37到0.36左右 那我想对于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那时候2008年 我们也曾经啊实施过 就是这个呃行政 当时是行政物价这个稳定小组 就在主力卖场设置平价专区来输缓这些账价的压力 因为听说最近啊有人啊买这个呃这个全民疯狂囤货啊 啊已经要准备迎接苦日子啊 那我想对于这样的现象不小的经济部有没有发现到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类似的心理在网路上有在流传 那么呢评价专区的概念跟落实啊 行政有在继续在办理之中 跟委员做个说明一下 哦好那所以我想对这个部分啊 因为在德国他对于评价专区啊 他是一直就有 让基本上民间必要的民生必需品 哦不管是鸡蛋牛奶 他价格是非常的这个便宜 但是呢你其他的部分那就是照市场机制规格 他就让不管你有钱没钱 但你基本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因为现在大家电商访问起来 大家都要涨面包也要 他说至少要涨一成两成 咖啡也要涨个两成 那我想连卫生纸大都要囤积 我想这个问题啊 真的我们不得不审慎而且来面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造成的影响啊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也是为了民生 所以我们动涨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涨 但是我们同样面对民生问题 而且现在同时涨 这种压力相对的更高 所以我想对这个部分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很审慎的注意观察 而且做出因应的有效的措施 我们了解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